每天一起闻生活好精彩 大家好,我是大可 一名男孩在野外森林走丢了 三天后搜救人员找到了他 男孩非常平安健康 他表示是一头野熊在为他保暖 守护他的安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大可看机闻话题 男孩和野熊 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故事发生在2019年 一个美国小镇上 一位三岁的男孩凯西 在祖母的后院里 跟其他孩子玩耍 然而后来竟然走丢了 祖母在附近的森林里 找了他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 祖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赶紧呼唤警察帮忙 警察来到祖母的院子里进行登记 但是由于这个地方人口稠密 且交通不便 地形非常复杂 于是搜救人员只能让 当地志愿救援队 以及派出犬只和直升机 无人机进行搜救 可以说这场搜救行动 规模非常巨大 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男孩 要知道男孩面临着陌生的环境 以及夜晚只有零下七度的低温 很有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恐惧感 男孩身上只穿着薄薄的外套 在野外常常会有野兽捕食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大家都知道情况越发危急 然而救援人员却什么也找不到 他们找了超过28个小时 越发地感到绝望 因为凯西年龄只有三岁 一个小男孩走不了多远 野外生存能力也不强 直到第三天早上 大家都要做了最坏的打算时刻 有人听到了男孩的哭声 大家在一处湖中小岛 发现了男孩 男孩获救后被紧急送进医院 经过检查 他只是受了一些皮肉伤和瘀伤 健康状况并无大碍 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置信 每个人都对凯西如何在森林里活下来感兴趣 成年人都未必能做到的事情 这位男孩竟然做到了 而凯西对大家说 他的穷熊好朋友在这段时间一直陪伴他 为他保暖保护他的安全 根据他的描述 在他走丢的这段时间里 一头野熊一直陪伴他 并且给他带来了野果 人们无法证实凯西对于野熊 护他平安的说法有多少可信度 毕竟野熊真的那么友好吗 但是男孩并不会游泳 怎么出现在湖泊中的小岛呢 并且他是如何度过森林中寒冷的夜晚呢 科学家对此无法解释 也许还真的是野熊在保护男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